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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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很像是水管 你們家的水管 想像那個農田在灌溉 是不是需要水稻 然後灌溉稻田 那如果今天旱災、旱田了 那個水稻完全沒有水 供應那塊田地的話 那些就變旱田對不對 那些稻子都是沒有折到養分 可能就會死掉 變成沒有辦法收成 那這個就是梗塞的部分 因為水就是我們血液 沒有辦法過去灌溉那一個稻田 就是灌溉那一片 剛好我們說的那個腦葉的腦組織 那還有一種是血管破裂 血管破裂就是什麼 就是你水稻要灌溉稻田 可是你在前面的地方 那個水稻破了 所以呢他整個淹水了 在前面淹水 他不僅後面得不到養分 前面淹水的話 也會把這些稻田 怎麼樣淹沒 然後也沒有辦法收成 因為水分太多 整個是水災 那我們腦細胞一樣 因為血管破裂出血了 所以這些血液跟血塊 壓迫到我們腦組織 這些腦組織也沒有辦法生存 不管是汗災還是水災 就是腦細胞都會死 那都叫中風 最重要的是 旁邊人不要幫幫他 你唯一要幫他就是幫他穿這個 還有幫他寫下來 他遇到什麼困難 還有你們要記得要解決問題的方案 這時候一個發想的機會 剛剛侯老師有說過 中風後會有半徹偏盲的感覺 第一關在這裡 第一關在快夾痘痘 快夾痘痘 請綁好之後 請你用你的飛官用手拿筷子 那快夾痘痘的意思就是 請你用左手拿筷子夾起 然後我們今天裡面也是火香糖 不是豆子 火香糖 夾到另外一個盤子裡 好 那大家看到第二個關 叫做 盤體撈珠 那盤體撈珠的話 請你用你的 綁起來的這隻手 你可以試著用綁起來這隻手 用湯匙去撈盤子裡的東西 同樣的 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隻手 也就是沒有綁起來這隻手 去撈盤子裡的東西 那一樣去記錄一下 你剛遇到什麼困難 第三關很簡單 這裡有一張紅色的椅子 綁起來之後呢 從紅色的椅子 不要扶 因為他沒有扶手 所以站起來 走到那張椅子 轉一圈再坐下來 就這樣子的齁 好 那第四關呢 叫做 穿潑超褲 就是呢 你綁起來之後 你要把這件褲子 穿起來 然後再脫下來 好 換了一個筷子 就是用你的悲觀用手夾 看看 畫面 這次要不要用心 所以要畫面 就像 這樣 這樣 就像 大其中 來 一邊 一邊 就像 你一邊 建議就是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 而是線形有的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 等一下我回到 柔位的教室 我會用圖片方式再給大家看說 那還沒其他 虎具的設計實際上有一個所謂的通用設計 什麼叫通用呢 它介於一般商品跟虎具之間 通用就是高齡者也可以用 失能者也可以用 然後一般人也可以用 它有七個原則 那我就不依一個講了 就是很公平 很靈活 然後很簡單 很好懂 然後會防塑 然後省力又適中 這是七個原則 我經常說我們要摔 把我本身體潛到衝擊的那些 有用過嗎 那我幾乎沒有用過 是血呼吸啊 對 我今天不太自己看起來像個正常的 你也想說 雖然不像 但是盡量讓我 像的 好 謝謝 這個系統叫做 Ocosa 對 Ocosa 目標關鍵要素 這樣按測試來行動 好 那好 各位 在每一組的桌上當中 你們都累積了很多 這個剛才所觀察到的困擾 好 那等一下呢 當然我們在互相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設想 我的目標到時候會是什麼 這個東西呢 會變成是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形狀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 車子 椅子 牙膜 人形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工廠啊 我們沒有工廠啊 我唯一的工廠就是一台 六萬三的一台機器 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它是隨時代命的 那 Google SketchUp 其實也是他們跟另外加工程合作來提供 給一般的 嗯 一般的創作者的話 一個3D會議的欄金 它很照顧我們這些中文的使用戶 它所有的介面 它所有的介紹 都有翻譯過的 好 這跟一般的外商的做法不太一樣 然後在此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它有一個 非常非常強大的功能 叫做Google的Standy Warehouse 它是一個Standy的圖庫 這個東西 光是這個東西的話 就可以把很多其他的Standy Warehouse 去做一個區隔 然後其實他們的感覺會受一些 然後 這個倒是算第一 我發現 對對對 在這裡 是嗎 對對對 可以拿 不知道 你是哪裡可以 就是用腳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可以把這個 我今年4月 進到肉理之家之後 其實我都無感於說 家屬都自費餐具 那他們的背後 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大部分的商品 就是設計點 像我們這種 男生 慣用右手 那可能是年輕人 所使用的商品 所以我們想要提供一個 他們的空間 走路空間室的安全感 所以我們想要提供一個 他們的空間 走路空間室的安全感 那去改善 我們也想要去改善那個 室內空間的方便 然後材料的選擇 我們椅子是選擇 比較硬 然後類似托移那種的材料 因為他們如果 坐起來太軟的話 它會站不起來 這邊有一個類似樹枝狀的 它是可以擦骨鞋 就是它站起來 它要折疊椅子 這椅子可以去這樣 像輪椅一樣 可以輔助一個坐下來的變化 這樣慢慢站立起來 那被動的傳救系統 就是 例如說你昏倒 或是你是食物人的情況之下 它會自己監測到你的 一些生命真相的異常 然後就 幫助你發出這個 求助的訊號 目標的話就是 希望它可以不求人 然後也可以維持 哪一個偶人 上廁所的一個私密性 另外的話 也可以讓它比較方便 手錶一按下去之後 它隨摳隨倒 就是它永遠在 廁所裡面等著你 然後等你 你要的時候 它就自動過來來接你 我站起來 有苦的 苦的 有 好 好 它想要幹嘛 它本來想要插插頭 可是它卻 這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 滑龜式的插頭 如果呢 它的高度呢 跟隔離計量30公分 是開關高度110公分的話 那它這樣 只要站立 就可以直接 對準插座 直接插 好 就是呢 有六個水滴狀的 凹槽 它分別代表是 不停的容量 那再靠近握靶的三個呢 就是10cc 10cc 然後第二層就是 20cc 再次30cc 就是呢 你方便就是 不同程度 訓練困難的患者 就是可以一共分享 發想 我覺得這一組的那個 發想非常的棒 然後就是方便 就是 可能你們 在實際的狀況 有去觀察到 老人 吞嚥有困難 這一點 然後去幫助 他們如何去解決 吞嚥困難 這個問題 安全的問題也很重要 另外 我們想要節省 裝潢費 因為裝潢費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必要的開銷 有點像安全平台的設計 就是 一旦你屁股整個坐下去以後 它整個先扭卸下去 一點點的重量化 它才能夠轉動 當你只是手靠過去這邊的話 它可以 它其實上是 比較有剎車的作用 讓它可以比較 固定的在一個頂上面 當你坐穩了 你再轉 一旦很多行動 車賹 車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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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賺